這個禮拜賽才是我們例行賽當中最硬的一週 其中有三場是足場 一場是客場 就是下禮拜 我們先不要想冬超這件事情 而是說我們如果在這一週裡面去準備好這八天試戰 因為傑哥可能在訓練的時候膝蓋有點不舒服 然後剛好又有點感冒 那如果傑哥會是休息沒辦法打第一場的 我們希望填補上來的年輕學員不管是凱杰或是桂魚 這兩個人可不可以把傑哥缺席的狀況 然後不管是在分數上面或是防守上面 可不可以把他填補傑哥這個缺 廢話 他們玩很堅強 他們玩很健康 他們玩很自然的 他們玩很健康 他們玩很健康 他們玩很正常 他們玩的樣子 他們只需要玩我們的遊戲 我們不能夠關注 什麼位置或什麼不是 我們要關注什麼 跟我們打算 我們要注意自己的遊戲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game at that's w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since last weekend Just to focus on what we can control and let our game kind of do the talking 現在馬上砍進三蹲 哇 中線 4-3 關了兩場 麥克風有點關 這裡這次的速度就短 但是小步抓到進攻老板 直接拋進兩蹲 有6-9在防守他 現在力把6-9頂開之後 來個翻新跳投 三分線完,洪凱傑 前場,4打2的快攻 這是張宗憲的強項 好,這個球給了相當隱蔽 新跳力助攻給謝忠華 這個就是李航元可以追分的機會了 哇,陳范閃光 陳范跟鎮亞的放對 葉思瓦,他就成功了 來給他們一個球櫃櫃櫃 所以他們能看到所有的地方 他們不想把他放下 我現在把球櫃櫃櫃櫃 就繼續投下 兩邊都有這個 11-11進階的防守 石破恩打分 又是這兩個人 再打一個擋拆 三分線外 CITTERLY 五位勇士送上遙遠祝福 CITTERLY再是一個 最好章了 我已經很長了 我已經很長了 我已經很久了 但這真的很酷 其實你真的不太想念 你真的不太想念 在玩什麼 所以我能夠 得到這個紀錄 是很酷 它就顯示 我實在是 我實在的 在封建的輪替上 其實我也有告訴自己說 就是要勇敢去進攻 那教練也跟我講說 如果現在是打到封建 那就是想辦法幫邱瑞德 不過現在兩員的問題不只是防守 進攻其實也出現蠻大的發 這個切若還輕鬆了 不管是先發或是替補 對 今天應該是蠻開心的啦 特別是支持台北方老師的球迷 因為在上半場你看到幾乎是多點開花 那在命中率非常高的一個情況之下 先發五個人當中已經有四個人得分來到兩位數 所以是比分 可是請大家每次這個時候都是跟你講說 從頭到尾還不要鬆懈 所以剛才講那個麥格一進來就講 下半場要繼續 可以贏他幾分你就要贏他幾分 Focus在幾個上面 No 3 發燒 保護中風 OK 來 Let's go 全部都要幫忙 全部都要幫忙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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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勝夫代步驟被Washman蓋過 中間左邊的是艾爾斯 別人看守的三分球 Nothing but the net 籃板球 艾爾斯連得四分 比賽現在有點緊張喔 這一節我們只得九分 九分七個十五 七個十五 七個十五 他這一節就五個三個 三個 再給Washman上一小球進 那我們進入到二十五分的領先 進去休息室之後 我們也特別強調 要不是輕敵 而是說他們會恢復他們狀態 就的確下半場一出來的時候 他開始身體的加壓 找到投籃的感覺 就給了我們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Focus 掉遠邊有點危險 三分線完盧俊翔哪一個空心啊 球在外傳 最後來到賽車夫的手上 三分線命中 來到前場直接高調進去 Key的非常漂亮 Washman得分 中柯宇的出手有 就是上半場的領先 讓大家心態有點鬆懈 到下半場就是想著不要被追上 那反而是忘了我們前兩節的節奏 然後前兩節是什麼拉開的 上半場的一些快攻的得分 也都沒有出現 那所以讓我們在下半場的兩節 得分是就是偏低的 地板球再送進去 Washman 右邊的包夾 Washman的轉勝 這兩分很關鍵啊 現在協方過來被包夾 來給先生發生失誤了 吳俊翔左邊的上籃 繞過籃球得分 回到一分差的比賽 前場只有十四秒 賣給拿球 還是犯規 第一球沒發進 沒想到第一發也沒進 現在籃板非常重要 第二球發進 至少來領先兩分 而不是領先一分 沒錯 李昂緣在三分球的把握度 有沒有那麼高 但現在只要合理的機會出現了 就要想辦法出手 球回到阿瑤 剩下八秒鐘 比賽結束阿瑤一個假動作 沒有機會 Washman 戴開 在小夫人面前出手 沒空來安全 籃板球被勇士隊抓到 洪凱傑把球送出來 比賽結束 這場比賽呢 又是延續了雙方過去的交手 又是一場兩分差 跟上一場的差距是一模一樣的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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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工程師 本季兩隊呢 之前交手了四次 都各自在自己的主場贏球 欣特利 刺濕入角 命中了三分 馬上滿顏色 這球最後也排進去了 又一個三分球 翔森 一個轉身 這投得很輕鬆 在這個賽場上呢 有聯盟得分前三名的球員 所以現在命中率 看起來是滿高的 節奏也打得相當的快 哇再配一個噴射擊 好強射再爛一下 maybe就乾脆不熟了 這個傳球 是一個創意兒 強射也很會傳球 加上顧色高的時候很會走位 因為其實主要練球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跟他同隊 同隊他就會跟他配造 比較互相了解就是看 我會在哪個位子 他傳球給我這樣 網水隊就展現出 他說他們最可怕的 就是穩定性 不管誰在場上 他們都能夠找到 比較輕鬆的得分方式 然後用團隊的配合 上半場傳出的助動次數 已經快要二十次 所以這就表示 他們打的是團隊助戰 這個回合 好強哦 好處 謝謝你 三個人都守不住長生了 時間不多了 送給長生 長生一位 還有千萬號的轉後 Reverse Dunge 半場得到了72分 完全打爆了工程師的防守 這次是時候 如果有任何事情 你能不能讓人離開 那這次是時候 我能不能讓人離開 然後讓人離開任何種態度 在房間裡 十五收場 給祥君就對了 祥君像慈行長要一雙鞋 麥翔攻擊藍波 連得了七分 来吧 别赶紧上去 不要再认出了 玩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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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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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过来了长久了 我经历了很多功课 我已经过来多的工作 像健康、做了很多更多的体操 去帮助我的症状 最近我感觉到比较更好 我的腿现在大概是80% 所以我感觉到比较更好 所以这真的帮助了 恭喜勇士队在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 农历过年之后 他们拉出了一波七点胜 七天四战 我觉得我们接下去 好像两周总共是八战 所以的确是很累 等于平均两天是一战 那冬超我觉得比较担心 因为毕竟去那边又有老土奔赌厚 而且一回来马上我们又是连续的客场 那冬超我祈求是不要受伤 然后能够打出好的表现 因为毕竟还是代表台湾代表的plus league 那我们希望我们以最好的内容去呈现比赛